接下来看的也是一位高材生 是台大毕业 还留学荷兰的Sindy 为了要帮妈妈调理身体 她自己学着打豆浆 意外引发了她对食疗的兴趣 于是她辞掉了工作 开了一家店 卖的甜品都是严选食材 亲自熬煮 那么像是木耳露 绝对不加勾芡 杏仁茶则是一滴香精都不加 要呈现的就是食物的原汁原味 因此也培养出了一批死忠顾客 天天上门 要不要喝点冬瓜茶或鲜桃茶 冬瓜茶的 对 这个是屏東冬瓜熬的 站在门口卖力推销试喝的 可不是打工妹 而是店老板Sindy 手上拿的每杯甜品 都是她自己背心熬煮出来的 别小看这锅花生汤 熬煮起来格外费工 Sindy选用的北港花生颗粒饱满 但得花上至少四个小时 害得要实时看顾避免烧焦 明知道有陶家包的方法 但Sindy却坚持除发炼钢 花生它是一个很顽固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它为了要让花生很软 很软很绵 或者是它要减少瓦斯 最后会先用那种一些粉去把它泡软 然后它在煮的时候速度就会变得很快 可能煮 譬如说我现在可能一锅煮起来要四个小时 它可能一两个小时 花生就软了 这样可以省了三个小则瓦斯费 拿碱水泡过的花生 只要煮一个小时就软绵绵 但是得要加大量的糖 才能压掉一股不自然的怪味 因此Sindy宁可耗瓦斯 花时间慢慢熬 也不愿意因为减省成本而妥协 而且因为少了外力干扰 因此煮出来的花生汤特别浓成香 用新竹关西仙草熬煮出来的仙草茶 散发出一股沁仁的香气 Sindy从干仙草开始熬煮 样样都让顾客尝得到原汁原味 都是属于很原味 很原味 不会吃起来就感觉没有去加那些化学的东西 然后就是而且那个纸 买的东西那个纸感都不错 然后像我吃过他们在上市卖那木耳也很好吃 木耳也很好吃 都是很用心去做的做出来的 特选男性脱沙熬煮两个小时 Sindy的杏仁茶一滴香精都不佳 少了刺鼻的气味 只留下淡淡的杏仁清香 其实刚开始在催出这个没有勾芡或没有香精的杏仁茶的时候 最常被问到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没有外面的那么香 或是没有外面的那么浓稠 那所以其实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跟客人解释说 这个其实就是杏仁应该要有的味道 因为没有香精 杏仁本身它像是一种果子 就是会有淡淡的清香 对 并不会像你在房间闻到那么浓郁 那没有勾芡的话 第一个是不会发胖 然后但是坏处就是它不会像浓汤一样那样稠稠 然后感觉很有保温感 明明只要加一两滴香精 就可以节省大量成本 还可以飘香到巷子口去 但Sindy拿出傲骨说不加就不加 防腐气更是拒绝往来户 只因为她没有忘记当初熬煮这些甜品的初衷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是也是一般的上班族 然后那时候刚好妈妈她那个更年期 那就开始帮她做了很多豆浆 那喝了一阵子之后大概半年发现 好像有改善 然后她也没有再吃那个荷尔蒙那些的药 我就觉得好像食材就食材这个是可以慢慢的 但是对身体又好 然后去改善 派妈妈感情好到像姐妹的Sindy 台大森林系毕业之后 远赴荷兰念MBA 有商业头脑的她始终怀抱着创业梦想 帮妈妈调理身体的机缘让她灵光乍现 也因此干脆辞掉工作 开启了她的甜品事业 但过程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光是寻觅食材 摸索烹调方式 就花了她一整年的时间 Sindy拿出实验精神百般尝试 这才熬出店里面的好滋味 那个豆花 因为它的粉的比例 只要有一克的不一样 就整锅的结果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像豆花的话 那时候在家里试做 大概就是做了上百桶 只要煮起来不好就倒掉 然后不好就倒掉 特选加拿大非基因改造黄豆 蛋白质含量丰富 得要是天气状况泡水四到十个小时 Sindy总是仔细地把不好的豆子 一颗一颗挑出来 为了增加营养成分 把豆渣加在豆浆里面一起熬煮 只不过过程当中 大量冒出的气泡实在惊人 Sindy一勺又一勺地使劲往外捞 只因为不想像人家一样使用消泡剂 很多房间有些人他们在做豆浆 会加消泡剂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只要加一点点 他就可以把整个泡泡都削掉 那就不用在旁边一直顾它 那因为我们就打着 什么都不要夹的那个招牌 所以我们必须要一直来看泡泡 有没有太多 然后要去注意他说 过后来扣着泡泡的量 也因为一开始的初衷 就是要煮给自己家人吃 也因此在Sindy决定开店之后 也坚持不在汤品里面 加进任何的化学添加物 没香精不勾芡 就是要让客人吃到食物该有的味道 但也因此面临许多挑战 就是因为都没有加那些有的没的 第一个成本会很高 我必须要去调很好的东西 因为好东西煮起来才会好吃 那再来是因为没有防补剂 所以很难去保存 所以挫败的地方是 我也花了好多好多时间 在店里丢了好多 虽然总是自找麻烦 但上门的客人都吃到了 甜汤里头的真诚和用心 开朗用剑坛的Sindy 和不少个人都成了好朋友 甚至也让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 也爱上了这些台湾味 最后一位 我认识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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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子 莲子 Lotus seed 莲子 它们也不会做得很甜 我喜欢清淡一点的东西 但那个仙草啊 对身体退活也很好 这些我都是在台湾才学的 对 美国有豆浆 可是不是跟台湾的口味一样 是不一样 但是台湾比较好喝 而且比较健康 因为它自己做的 所以我觉得是很甜然的东西 如果去别家 很像有加工品 可是这个完全没有 所以我才会一直来 拿出所学 仔细估算成本 进行商圈调查 Cindy对自己的事业怀抱 雄心壮志 甚至不排除有朝一日 能把事业版图 拓展到海外 两三年之内 我希望是 至少再开个三五家吧 因为啊 其实蛮多客人 他希望说 我帮他们宅配 或者是说 下班的时候 帮他们送去哪里 可是因为我东西 都没有防土地 所以都不宜 经过很 很长的那个 就是经过很长的运送 所以我想说 如果可以再多开几间店 然后让大家吃到我的东西 这是我很想要做的事情 Cindy的梦想事业版图很大 不过和女儿 感情好到不行的妈妈 线下去只有一个心愿 不用在电视上帮我挣回 我不急我还好 干嘛你结婚啦 感谢呢 好 我要出外套了 当初因为照顾妈妈的心意 而有了这间店 现在女儿忙不过来的时候 妈妈成了最坚强的后盾 有了家人的支持和鼓励 梦想似乎又近了些